当版本淘汰你的时候 连一声招呼也不会跟你说 随着游戏发展越来越好 来到庄园的角色也越来越多 但有新人的加入 自然就有救人的离开 而这个离开更多的是遗忘 我们把他们称之为被版本遗弃的弃子 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丑爷 作为曾经深渊的霸主 如今再也无法在比赛中出现 甚至连排位都见得少 如果说还有人坚持在玩丑爷的 那么绝对是本命中的本命啊 这么难的一个监管 能坚持玩下去 绝对是真爱般的存在啊 只可惜昔日的辉煌一去不复返 我们一起期待他再次王者归来的那一刻吧 第二个调香师 调香师也是曾经的版本之子 至少一直处于T0和T1之间 但随着各种破香监管的出现 慢慢的调香师也消失在了比赛之中 但这不是他的错 错就错在 如今的监管越来越强了 而调香师则一直停留在 刚刚诞生的那个状态 但丝毫不影响网易继续给香香出皮肤 毕竟作为庄园颜值代表 虚妄已经说明了香香的地位 也是不可取代的 第三个则是约瑟夫 还记得深渊三神一般的约瑟夫吗 如果不是因为昨天杨某人约瑟夫的四杀 估计老约早已被我们遗忘的一干二净了 说实话 约瑟夫的对局真的非常精彩 杨某人的那一局 瞬间让我有了玩约瑟夫的念头 可惜这监管打的是一石流 这可不是一两局游戏就能掌握的东西 而更可惜的是 约瑟夫一样成为了版本的弃子 即使是杨某人打出了四杀的精彩一局 也改变不了他无法回归辉煌的命运 毕竟不是每一局都是那么的顺利 所以希望某一天 可以看到杨某人可以自信地在比赛的首局 拿出约瑟夫 那么那时候 应该就是约瑟夫重回巅峰的一刻了 以上就是已经被版本遗弃的角色 你觉得还有哪些角色曾经很强 如今再也看不见了吗